包括电动汽车在内 中国的新能源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广受欢迎 靠的是持续的技术创新 完善的产工链体系和充分的市场竞争 是比较优势和市场规律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根本上讲是企业拼出来的 不是政府补贴出来的 去年中国向美国出口的电动汽车仅1.3万辆 何来涌入美国市场一手 产业补贴政策源于美欧世界各国普遍采用 中国的产业补贴政策严格遵守世贸组织规则 始终坚持公平透明非歧视原则 不存在世贸组织规定的禁止性补贴 美国是产业补贴的大户 近年来相继出台芯片与科学法案 削减通胀法案 通过数千亿美元的直接和间接补贴 直接干预市场资源配置 补贴补不出产业竞争力 保护主义保护的是落后 失去的是未来 美国针对中国电动汽车采取歧视性做法 违反世贸组织规则 破坏全球产工链稳定 最终也会损害美国自身的利益 中方敦促美方切实遵守市场原则 和国际贸易规则 为各国企业营造公平竞争的良好环境 中方也将采取坚决措施 维护自身的合法权